我要向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我最好的闺蜜 我要向她告白 我要在这个舞台上所有人看着 我会大声告诉她 我爱她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谢谢 你向你的女闺蜜告白 是表达爱情还是友谊 我要告诉她 我特别的爱她 爱情 对 那你为什么要一生这样的装扮呢 是因为她特别喜欢五娘这首歌 她从小就有一个舞蹈的梦想 但是家里觉得说一个女生吧 跳舞太常见了 所以没有让她学 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听这首歌 她觉得可以给她勇气 可以给她力量 她说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 她最爱的人能够在她面前 跳一次五娘 我想除了我这样的男生 没有人舍得再为她这么干了 我想问一下 你跟这个女生是怎么认识的呀 那天我在公交车上 我坐车回家放学 我感觉后面有人动我的书包 就当时很害怕那种感觉 她就从学后放上去 诶同学有人动你的包 我那个时候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就觉得很感动 之后我管她要了电话号码 我管她要了电话号码之后 经常约她一起出来吃饭 一起出来逛街 之后慢慢也就熟了 成为最好的闺蜜 其实我一开始告白过 但是她告诉我说 咱们不合适 我要长的男生是那种顶天立地 女生一定会有那种安全感 说我跟你在块一点都没有 我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要为她跳这支舞 是最后一次 我要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 我要把我以前那种粉嫩 那种温柔 那种细腻 包括现在这样的一身裙子 我要留在这 我要告诉她 我可以变得像她心目中的男人一样 不是所有的男生都会为自己的 妻子或者是爱人提出的 毫无厘头的要求会现身的 男人和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张爱玲那句话可以说出来 女人的本质是需要崇拜才快乐 男人是需要被崇拜才快乐 我认为如果要说男女之间的本质区别 大概是这样 真正是否是男人和女人在骨子当中 给自己的定位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男生 曾经有着这样的一个过往 现在他要重新做一个男子汉 你认为这个女生会接受吗 像我本人呢就是长得比较 大家会觉得比较粉的呢对不对 但是话其实你自己内心是不是这样子的话 人和人之间相处之后 他是能感觉得到的 跟他真正的爱不爱 那只有你自己知道 如果你们之间平时的相处 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话 而是很正常的话 那他是能够接受你的爱的 自己内心怎么样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爷们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从今天开始我既然做出了决定我要改变 我就一定会向着他心目中那种男神方向去努力 只要我进步了 他看到了我的任何的变化 他能感觉到 我相信我就成功了 他就一定会接受我 龙龙从小性格懦弱 一次在外出乘坐的公交车上遭遇小偷爬窃 胆小的龙龙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素不相识的女孩小伯却勇敢地站了出来 制止了扒手的盗窃行为 而龙龙仿佛在勇敢的小伯身上找到了崇拜的感觉 并心生爱慕 在与小伯成为好友后 害羞的龙龙却将真爱深藏在心 今天龙龙鼓起勇气身着红装来到舞台 要为了心爱的女孩 跳一首他最喜欢的舞蹈 那么公交车上勇敢的小伯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龙龙这特别的告白吗 不管他今天来不来 不管你能不能跟他在一起 你都要做一个男人 你无论如何 你顶天立地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和爱情 哪怕是孤独终生 你都应该是个男人 就是男人 好 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先问你几个问题 他要是今天不来怎么办 我相信他会来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闺蜜 如果他来了之后说 其实你在我心目当中 一直是个小妹妹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爷们 那怎么办 我依旧会改变 改变到他认为 我可以做他男朋友了 然后 我再去把他娶回来 如果他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呢 这不可能 行吧 我们只能处你好运 站好了 李正 手放在按键上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收集 或许 Reader 不然 居然是 那 结果 Effects 你面前跳舞娘是你提出的要求吗 我希望的是有人在我面前跳舞娘 我要满足她在她面前跳舞娘的这个愿望 你现在就跳吧 再跳一段舞娘 你不觉得有点怪吗 因为还记得吗 你说你特别想学舞蹈小时候 不是你说要看的吗 我是让女生跳 你看蔡依林跳成那样多好看啊 当然如果她不看脸的话 也是个姑娘跳的还可以 没关系 我还为她准备了其他的惊喜 你这一出来这个两手插口袋里 就很有大姐大的感觉 没有了 但是脸上还是眉心目秀的 你是个女汉指吗 您看啊 那你女汉指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我们认识那天 我们在公交车上 那天人也不多 然后上车第一眼我就看见到了 背了一个亮粉色的包 穿了一个就是那种荧光色的鞋 然后整个人跟着花似的 看站门口这么站着 扶着车 但是我就看 有一男的过去了 男的就过去往前贴 我觉得这个 这女生有点悬啊 然后但是 我就看这男的掏刀出来了 就是滑包 我一看大家都没人管 那我就过去了 我说你干嘛呢 同学你看好自己的包 然后后来他就找我要手机号了 然后我才知道那竟然是个男生 你喜欢龙龙吗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称不上喜欢吧 或者说不喜欢 那你喜欢一个怎样的男生 如果你要找个男朋友 我要找男朋友 那肯定得比我高比我壮啊 我都这样了 就是你还是希望找一个 就是跟附老师这样的 我还不够高 真男人 你还是想找一个特爷们的是吗 对啊 因为 找小男生可以吗 不可以 我觉得我够顶天立地 铁血真汗吧 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你想被征服 好像是这样 其实不管女生有多男性 内心还是渴望崇拜 你待会有惊喜给他说 对 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时间 我下去准备一下可以吗 好 加油 谢谢大家 我要带着我的惊喜 让他改变对我的认识 好 去准备吧 其实女生在爱情过程当中 有很多男生 为自己做过的一些事 有些是华尔布什的 什么摆心形蜡烛啊 但如果一个男生 能够真正的为了你而做出改变 这种改变是从骨子里面 发出来的改变的话 我还真的挺期待 你们期待吗 期待 那就用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出的 还不错吗 虽然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这个 但是已经比原来要英俊帅气多了 这样好不好 我现在我就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场合了 接下来把所有的这个舞台空间都留给你 你尽可能的展现自己 我们非常期待你能够打动它 好吗 好 好 接下来是龙龙 你 有点好 我们下个人 也带来 我们下期待 很期待 我们下期待 拍下来点赞 对 我们下期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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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